马来西亚 槟城四间幼儿园 今年一起举办围炉活动 大家除了感受团聚氛围 也透过武师和话剧 认识华人传统的文化 一双小手小心翼翼切着各种蔬菜 准备团圆饭 幼儿园小朋友自己动手做 巧克力火锅 今天你要给吃所以我会吃的 巧克力火锅另一个含义就是巧妙 克服困难的能力 透过这些食物的含义 就是让小朋友知道 原来我们吃了这些 我们就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子做到 唯独前小朋友透过老师编导的民间故事 并是华人农历新年的习俗 六岁班的孩子也透过武师表演 让整个幼儿园年味更浓厚 四所幼儿园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团圆饭 庆祝新年也为天下祈福 大家新闻 陈慧杰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